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看的时候根本就不用带脑子 男主可谓是龙傲天里的龙傲天 剧情呢也是耿直到感人 接下来就带大家来看看这部番 男主名叫望月冬夜 在某一天不小心被天神降下的雷给劈死了 天神是深感抱歉 并承诺他让他马上就复活 不过呢要让他复活在别的世界 男主啥都没有说 也没有责怪天神 因为他爷爷曾经说过 要做一个能够包容他人失误的人 但是大哥他把你劈死了耶 这是失误吗 这他妈呢是事故呀 你可真的是太压萨西了 男主重生之前 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带着手机 神同意了 我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 充电问题吗 神说了不用担心充电问题 因为异世界那边有魔法 就这样男主就重生了 重生之后他用手机导航 一路往镇上走 一个富商路过 看上了男主的衣服 给了他很多钱买下了他的衣服 这下呢盘缠就有了 紧接着男主准备去旅馆休息 在去旅馆的路上 他救下了一对被人欺负的双胞胎姐妹 而男主之所以敢救人 是因为他在重生的时候 天神提升了他的全体能力 有了这个buff 男主在攻击时 看别人的动作 都像是慢动作一样 这两个银色头发的女生 我决定叫他们灰毛 因为如果叫银毛的话 他们两个就会变成长银毛和短银毛 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听起来就怪怪的 这长灰和短灰呢 正好就在男主要去的旅馆 于是三人便结伴而行 到了旅馆之后 男主了解到 这双胞胎姐妹呢 原来是冒险者 刚刚是在处理从工会接到的委托 男主心想 自己也得找点工作呀 于是第二天 就跟着双胞胎姐妹来到了工会 也准备接任务赚钱 在战斗过程当中 男主见到了短灰使用的魔法 惊觉这个好酷哦 我也要学 于是乎在测魔法属性的时候 男主毫不意外的是个全属性人才 又毫不意外的 能够使用无属性魔法 无属性魔法呢 就是没有固定咒语 全靠自己物 当然了 我们是男主 我们不可能不会 于是男主就在不经意间 打开了任意门 可以顺移到任何一个 他去过的地方 之后三人就开启了 接任务赚钱的生活 这天三人接了一个 去王都送信的任务 其实这个任务呢 男主不是很心仪 因为他想去讨伐巨型史莱姆 但由于两个女生极力反对 这个任务作罢 哎能容姐呢 可惜了 在去王都的路上 三人遇到了一个黑毛女武士 这黑毛呢 不小心把盘上弄丢了 男主这么的压撒心 直接就受了黑毛 带着一起去王都 男主一边赶路一边学魔法 别人学魔法呢 怎么呢 也得来个吟唱练习啥的 男主不用 他只要知道 无属性魔法的魔法名 就能学会 比如说 他看见书上写的魔法名称 叫做感知魔法 然后他就学会了 他看见书上的魔法名称 叫做隔空取物 他就又学会了 看见没 脸长那些没用的 就直截了当的 龙奥天就得这么龙 走着走着 男主忽然嗅倒了危险的气息 几人赶过去之后发现 一个邪恶的魔法师 正在操纵蜥蜴人作恶 男主使出一招滑倒魔法 直接拿下了魔法师 可别小看这小小的滑倒魔法 谁中了这个 都是无解 关你有没有前摇后摇 啥样都能给你打断 被蜥蜴人围攻的马车上 有一个老头中了箭 眼看就不行了 男主表示 这个逼 由我来装 吃了一招隔空取物 然后就把箭头 从老头的身体里取了出来 老头是瞬间神龙和虎 经过交谈 男主得知 这老头呢 是公爵家的管家 旁边这个菊毛呢 是公爵的女儿 好人做到底 看管家这样 也没有办法保护菊毛啊 于是男主几人 决定保护菊毛回家 正好大家都是去王都 到了公爵家之后 公爵先是向男主 表示了感谢 随后特别超级 非常极其无意的 跟男主道路 我那可怜的妻子啊 五年前就失明了 只有特殊魔法 才能够治疗 但是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人能够学会 那个魔法 你说谁那么聪明 能够学会那个魔法呢 你瞧瞧 瞧瞧人家的语言技巧 瞧瞧这几个女生 看男主的眼神 这活儿男主 必须要接下了 只见男主 小树一翻 小手一挥 公爵夫人 眼珠子里的高光 就瞬间就回来了 男主治好了公爵夫人 公爵是十分的开心 赏赐了男主 很多很多钱 男主这下 是又有女人 又有钱的 简直是人生赢家 三人完成上一个委托之后 打算在王都 看看有什么好任务 男主还是执着于 讨伐史莱姆 再一次遭到了 极力的反对 小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因为我也在想 之后他们挑了个 特别的任务 却在不经意间 放出了地底下的魔物 看起来像个 巨型的水晶蜘蛛 这蜘蛛刀相误入 啥也不怕 甚至还有再生功能 这可怎么打呀 于是本番最牛批的场面 来了 眼看几人都打不过 这大蜘蛛 此时男主 灵机一动 这蜘蛛是透明的 那个红色的 不会是他的心脏吧 不会吧 不会吧 臭怪物吃我一招 割空取物 我看番这么多年 第一次看到战斗 还可以是这样结束的 原来真的有番 是不用带桃子看的 话说大家珍惜 这次的战斗画面吧 因为在这之后 所有的战斗 男主基本动 都不会再动了 打败蜘蛛之后 男主就收到了 国王中毒的消息 这个国王呢 也就是公爵的哥哥 公爵想请男主 去给国王解毒 男主自然是 小手一挥 并不就散去 也正是因为 这小手一挥 就俘获了公主的心 解完毒之后 就开始要找下毒的凶手了 大家都一是怀疑 是兽人国的使者下的毒 因为最近两国呢 正在谈结盟的事情 外来的陌生人 就只有兽人国的使者 而且国王呢 是喝了使者端的酒之后 就中毒了 男主来到了事发现场 发动搜索魔法 直接就搜出了 有毒的东西 原来有毒的呢 不是兽人使者到的酒 而是国王喝酒的酒杯 男主一下子 就找出了下毒的人 就是那个看起来 坏人二字 已经写在了脸上的 兔头大臣 这场之斗呢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 推理可言 全靠大兔头 长得坏 因为那么可爱的兽二娘 怎么可能是熊手呢 而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公主便爱上了男主 因为公主有一颗 能够看穿善恶的魔眼 所以既然有魔眼 为啥没有看出 大兔头是坏人呢 我惊了 总之公主呢 就是一心想要嫁给男主 男主没有办法 只好推托说 男生18岁之前 是不能够结婚的 之后公主便一直 跟着男主四处闯荡 后宫 加一 公主还教会了男主 如何召唤魔兽 果然龙奥天 随随便被一召唤 就召唤来了个史上最强 之后几人接到的这个任务 可以说是男主最喜欢的啦 这次他们被委托来 调查史莱姆 史莱姆可能会迟到 但是永远都不会缺席 到了地方之后 众人果然遇到了 能够溶解衣服的绿色史莱姆 男主的实力我们都懂的 史莱姆这东西 他一个人能够打无数个 此时遇见这样的情况 看着惊叫连连的后宫 男主果断选择逃跑 他作为一个想者 面对无辜的史莱姆 决定去二楼抵难 牛批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绝逼是故意的 但是二楼呢 也不安全 二楼有润滑史莱姆 除了男主被神兽琥珀抓住 后宫门全部都滑倒 摔进了绿色史莱姆里 小老虎你很上道哦 我怀疑你是故意只救了男主 就是为了完成男主 想要看溶解衣服的愿望 要说到这里呢 剧情还算是微微的OK 那么接下来 我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绳 什么叫做蓝 什么叫做耿直 我发誓 你绝对没有看过 这么耿直的剧情 之后公爵呢 想让男主保护国王 去兽人国结盟 但是男主的任意门 只能去过的地方 所以呢 他还得亲自去一趟兽人国 在去兽人国的路上 他们遭遇到了强盗 你以为要战斗了吗 老老老 这间男主掏出了手机 打开地图 一键搜索 就搜到了所有强大的位置 在勾化这些强盗 对着手机施展麻痹魔法 这些强盗就都被麻痹了 直接被捕 我一马直接裂开 我仿佛也被麻痹了 还能这么搞吗 而且这技能在后面的剧情里 还升级了 在有一次 男主帮黑毛的哥哥 抵抗丧尸的时候 直接用手机来了一个 一键治疗 再次用搜索功能 搜出所有的丧尸 这回技能就升级了 不用一个一个的勾化了 直接一键全选 然后一键战斗丧尸 就都被消灭了 消灭了 灭了 之后男主来到了 操纵丧尸的反派面前 反派说 哈哈哈哈 你们是打不过我的 因为我眼睛里有这块宝玉 只要我有这块宝玉 我就是不死之身 男主隔空取物反派 嗯 战斗结束 男主是不给反派 留一丁点的面子 也是一丁点的战斗画面 都不给我们 牛逼 本来我看到第八集的时候 我以为这番呢 是有主线剧情的 因为有精灵族的长老 找到了男主 说是天空出现了一个裂缝 从那个裂缝里呢 还出现了一个魔物 他想找到男主一起去调查 你说你调查 你就好好调查吧 之后的剧情就变成了 来海边和仲后宫游泳 穿越魔法阵来到了空中花园 认识了一个不穿内裤的机器人 绿毛 绿毛还把空中花园的所有圈 都交给了男主 问其原因 那就是男主当时劝他 把内裤给穿上了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就因为男主劝他穿内裤 他就把地盘让给男主了 果然龙奥天收后宫 就得这么收 而之后也并没有出现 什么调查魔物的剧情 而是回归了男主的感情生活 男主现在明确的有四个后宫 那就是公主 长徽 短徽 和黑毛 公主曾经找过另外三姐妹商量过 哇 这么优秀的男人 我不会一个人霸占的 既然三位姐妹也这么喜欢他 那我们就一起嫁给他吧 男主得知这件事情之后 也曾经陷入过苦恼 这四个女生他都喜欢 但是又不敢都娶回家 最后还得是天神劝他 这里的世界和你原来的世界 可是不一样 你并不是第一个喜欢上四个女生的男人 经天神的开导 男主终于是敞开心扉 决定等到几个人的感情再稳定稳定 就一挥手全部都取了 故事结束 完结 撒花 我是不是开头就说过 这番不用带脑子 就是有很多设定 你想都不敢想的 或者说是你想到了 但感觉作者就一定不会这样写 等到播出的时候一看 哇塞 你还真的是这么搞哦 一瞬间猜中的满足感 和作者遵从你想法的失落感 全部都涌上心头 让人酸爽 这番真的是太耿直了 这个滑岛技能也真的是无敌 但是也只能在异世界运用了 你要是在现实中使出这一招 估计会被名为碰瓷的魔法克制 还有这个隔空取物 你说你有这个隔空取物了 哪个反派能是你的对手 再不计就直接把他内扣给偷了 谁还没点羞恥心呢 而且男主都已经那么强了 他给自己制作武器的时候 竟然做了一把枪 您可真的是懒人界的祖师爷呀 能不动地方就不动地方 我个人认为这番说到底 不能算是烂番 只能算是爽番 因为这就是典型的 不带脑子的龙傲天 和别的龙傲天还真的是不一样 这个男主没有什么成长的过程 就是一个字 强 是龙傲天 那就要强到无敌 说开后宫就猛声女人 也没有什么问题 总之看起来就是很爽咯 这下同学们就都知道 穿越需要带什么东西了吧 那就是必须得带手机呀 还能一键全选沙题 真的是方便的一批 带了手机 学会了滑岛魔法和隔空取物 那你就是异世界的王者了 但是前提是 你得先被天神的雷给劈倒 好了不说了 我要出去找雷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还请点亮小铃铛 爱你们哟 拜拜